在2022年开上2041年的车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刺激 很酷炫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并不可能真的开到 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产品 所以可能在现实世界里面 这反而是一件 其实有一点中二的事情 我这里说的中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这确实是我在看到 Hi-Fi Z的发布会的时候 脑海中闪过的第一印象 尤其是当他说 你和自己的车子打招呼的时候 你好Hi-Fi Z 你好我是Hi-Fi Z 我来了 很难想象自己的车会跟你对话吧 不过这倒也表现出了 这款车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极端的与众不同 极端的标新利益 和极端的鹤立基群 你甚至都不太可能 在这个市场上面 找到60到80万之间 一个比它还更能彰显个性的车子了 所以就算从外观上来看 你也知道这个车非常的不一样 它既不像一个SUV 也不像一个轿车 你说它有一点MPV的影子吧 但是又比MPV帅上了不值一星半点 高和自己给Hi-Fi Z这个车的定义 叫做新概念GT 虽然又是重新定义了GT 但是我觉得其实本质上 可能大家还是把它理解成一个纯电动轿车吧 因为首先它的车身高度 相比很多中型的轿车都是要更低的 然后由于这种电气化的架构 前旋和后旋都非常的短 包括L113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又用了尺寸非常大的这种轮圈 所以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符合传统的Sedan 或者是先辈跑车的这种形象 再加上它用上了很多这种 机甲的横平数值的这些元素 所以就更让整个车 车头看起来相对来说 又是有一点点厚这样的感觉 而且这款新的高和的产品 没有了之前Hi-Fi X上面 那个非常扎眼的展翼门 主要带着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调的对开门设计 当然还是标配了电子的开关 以及没有门把手 所以它是带一个智能开启 智能防撞这一系列功能的 而且我发现量产车上面 好像也没有概念车上 那个非常夸张的双尾翼 这一点我觉得 可能不一定觉得它好看 但确实是一个缺失 外观上除了这种横平数值的 赛博朋克风格以外 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灯光了 我之前在理想L9发布的时候 就在想啊 那个很长桥式的新环LED灯带 已经卷成了那个样子 那么会不会有什么车企 把整个车身周围全部 搞一个环抱式的这种灯带呢 那很快啊 Hi-Fi Z就来了 官方所谓的整车环绕式 新环ISE光幕 其实就是在之前 Hi-Fi X前后都有比较大面积的 这些灯光的基础之上 在两个侧面的门上面 也是加入了这个灯带的设计 里面包含密密麻麻的LED灯光 然后可以自定义 包括输入一些自己想说的话 或者是表情的切换 或者是和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然后PML可编程的大灯 也是进化到了第二代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投影仪啊 可以投放电影或者电视剧 或者投放斑马线和路人其他的车辆进行一些交互 甚至是在昏暗的一些路况下面去进行一个车道的引导 然后这种 纷繁酷炼的灯光也是延伸到了车内车内氛围灯的整个设计 大家自己看吧 我觉得已经有点多到眼睛都觉得很吵的这个程度了 然后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车好像没有后挡风玻璃 它是一个算是先辈的设计吧 但是从车顶再往后就直接是后备箱的开口了 所以Hi-Fi Z是没有后窗设计 还真的就是一个超跑的视野范围了 因此车内的流媒体货席应该会是一个标配的存在 至于第二大亮点就是这个叫做Hi-Fi Bolt的所谓车载机器人 其实就是一个智能语音助手 加上一个带有四项八自由度机械臂的这么一个中控屏 可以支持Pitch,Row,Row三个角度的旋转和一个前后的横向移动 应该就是点头摇头和转头这几个角度 然后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可以跟随旋律进行舞动 但是相关的硬件参数官方目前还并没有给到 驾驶辅助系统倒是有说使用了一颗ORINX的芯片 然后我个人观察到它的一个旋转效果 可以注意到其实它整体的整个UI界面的响应速度是非常细腻的 在这个地图界面的一个旋转可以做到整个边缘的无缝的切换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效果图还是真的是量产车上面实际上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影响到这个车究竟能卖80万还是只能卖20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 再然后Hyper-Z好像就不再有其他的什么亮点了 续航上一块120度的电池最大可以跑CLTC705公里 火轮转向这些功能也是比较常见的了 转弯半径5.7米以及2023年可以OTA升级的真价实辅助系统 高和的创始人丁磊说高和的灵魂就是喜欢创造啊 没有创造就没有高和 为了创造而生大概是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我个人其实并没有在Hyper-Z这款车上面看到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或者是创造 反而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要造一款手机 但是我又没有苹果的A15芯片 也没有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就融合了一些最有视觉冲击力的产品点 比如说用上16颗摄像头前后8双摄24英寸的二次折叠大屏 配备模块化外摄接入点 可以接稳定器也可以接专业级的闪光灯 你要说它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吧 肯定也不是 但是这些功能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把Hyper-Z看成是一个有钱人的玩具 这种玩具呢 它并不是一个操控取向或者是乐趣取向 或者是攀岩穿越取向的这种玩具 而是一个披着极客外衣的这种长鲜性质的玩具 而且从市场的横向比较来看 你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这个价位里面 比它更能够彰显个性的产品了 尤其对于很多富人而言 80万其实可能也不算一个特别贵的定价 不过如果真的有人绑架了我 说我一定要花80万 在宝马IX奔驰 EQS和高和Hyper-Z里面做一个选择的话 我真的会很难受